不过我们讲到房市都说现在真的是买气冷嗖嗖的 大家不愿意出手 那大概也是因为房价真的太贵了嘛 所以现在就传出有建商反悔了 说要求已经付订金的民众必须要加价才卖房 甚至也不惜去付违约金进行退约 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可以卖的更贵 那么这样的房市乱象恐怕会让房市交易越来越冷 首先看到我们三房 预售屋看不到实体先看样品屋再做决定 过去两年房市大好 部分地区买预售还得用抢的 甚至出现付了定金 但建商反悔的纠纷 根据内政部资料 今年苗栗有民众向建商购屋 订单上住民总价402万元 但四天过后业者却告知得加价20万才愿意卖 最后建商宁愿支付违约补偿金退约 就为了以后能卖更高价 不过随着近期交易量锐减 其他业者纷纷坦言 明年房市不容乐观 卖不好 他如果再不降价的话 根本没有人跟他买 所以他只好孤注一堵 所以现在小型建商 现在目前讲实话 在市场的现况之下是在堵 堵不过的话 你可能就是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变成烂尾楼 要不然的话就是 他在新建的规格 新建的材料上会有所改变 会变得比较差 房市吹起冷风 小建商首当其冲 而过去标榜不二价的现象 也不复建 但对刚性需求的购物组而言 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或许会有一到两成 让利空间 假如说那个地方供给量大的话 我觉得它的溢价空间 可能就会比较有 政策性影响 不管怎么样 其实都还是会过 只是大家这个 这个买房子的人 他心里会受到很大的 这个心情的一个干扰 有时候等一等 那就没有了 业者表示价格变动会依照 区域供需情况而有所不同 近期影响关键 就在预售物的修法政策 会如何通过 对于明年房市 持续采取审慎乐观的保守态度 在这里是苏宇宽李梦珊